今天大家都在讨论 穿着Prada的都是恶魔吗 那倒不一定 我们今天给你看到 绿营连日追打许巧新 现在居然连他穿的衣服 也可以拿来打 苗博雅发难说 许巧新他一个是议员 哪来财力可以穿上一身名牌 如果按照这个标准 我就问 也穿过Prada的小英总统 还有一身贵气的 我们的王美华部长 是不是都应该要被放大检视呢 好 我们先来讲这个东西 你不觉得很特别吗 我原本是在讲诈骗集团的问题 怎么到最后变成来 看大家的一个形头 看看到底谁比较贵气 好 苗博雅来弄了一个图 然后这个图里面呢 他说这个东西是LV的连伸群 Louis Vuitton连伸群要10万 然后呢 这个东西来讲下去之后呢 这个就是特别了 他不知道是不是LV的 他到底是不是他自己买的 结果呢 一大早就翻车了 因为这个人是谁 这是一个LINE的截图 这个是于美人 于美人赖哈了 告诉他大家讲的意思 不好意思 小心手 我当初送你的衣服 不是LV的 只是节目穿过的旧衣服 陈蓬你不嫌弃 好 这个是绿营追打 徐巧新的一身行头 翻车之一 没有 这个是连环车货现场 翻车之二 我们刚才没打算放过 黄杰说 你们这对夫妻 怎么可能一年 薪水暴增这么多呢 对 俊翰哥你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子打吗 这是一个节奏 先说你怎么可以穿这个Louis Vuitton 或者是你可以带这么劳力士 如果这个东西不是你真要合法取得的话 那你的薪水有办法来支付吗 结果呢 这个算出来之后呢 黄杰自己也被起底了 人家是夫妻两个人赚嘛 对不对 所以从200多变成400多 年增400万 结果呢 你看看他自己一个人 人家是两个人 你这样子一个人的话 2022年是320万 2023年的申报是516万 516减320 是不是 快多出200万 你也多黄多让 也是194万啊 你这样子也不是也是200吗 好 重点来了 如果穿这些东西就有问题的话 那大家就来看看 你看完徐晓星 你要不要看一下绿营 好 Prada里面来讲的话 最有名的就是谁 小英总统 而且小英总统 他也没有在跟你客气的 他直接这个三角环 什么意思 就是Prada的logo啊 他在过去来讲到2008年 那个时候呢 出席公开的一个论坛 他就有穿着 那这个东西来讲的话 你不用特别 就是清清楚楚 很多的人都买不起这个东西 但是呢 我们的小英总统 在当时候媒体报道是 已经买到了什么 VIP了 所以呢 在过去来讲的话 是不是你也有穿上Prada 另外来说 2016年 这个时候呢 去国外去参访的时候 竟然穿上了 Burberry的经典风衣 这经典风衣 其实我要帮小英总统 讲一句话 买对了 当初呢 大概是72万嘛 你现在去买的时候呢 已经不止72万了 他是每年都会来调整价格 那当时候这画面出来的时候呢 其实 大家一看就知道是Burberry的 因为这是他的经典传统款式 另外来说的话 我们来看王美花 这个来讲 我觉得这才是最厉害的 经济部长王美花 这个东西 你看他每次出来的那个行头 这个东西 珍珠 玛瑙 或者是我们讲的翡翠 这个东西是难以去估价的 如果是天然的珍珠 哇 那个价值是难以估算的 所以大家回来看 是不是大家其实都有这些问题 所以我才说嘛 穿着Prada的都是恶魔吗 当然没有啊 问题是如果你在半路杀进来看我们节目 你一定不知道说 哇 许巧新 这题居然是因为许巧新来的 对 吵到这边大乱动 你已经不知道 政治新闻怎么这么好看啊 对 这个东西来讲的话 你再学去想想看 其实买名牌 买精品 你要是有钱 要是有机会 我知道我怎样不行啦 对啊 你会放过吗 在过去来讲的话 高嘉瑜那个时候呢 2011年的时候呢 其实就有讲过一件事情 那个时候要参访 参访的时候呢 去意大利 意大利的时候呢 其实他就去买精品 然后买精品的时候呢 被连环报 为什么呢 就是说你去参访 很多的行程 你要去参加 可是呢 你好像很多行程 你都没有过去参与 但是只要是下车 要买精品的就有 而且呢买到最后 因为台北市政府 带台北市议员的 去同仁去参访嘛 你知道吗 在意大利 第一个 治安没有那么好 如果说我们的议员 被人家爬了 哇 那大地大丢了 或者是你去外面 绕一绕 你绕不回来了 那大地大丢了 所以呢 北市府就请了一个同仁 去陪高嘉瑜 但后来被其他的议员爆料说 我陪你是要保护你的安全 或者是帮你 做一些特别的 就是一般如果你 你走不到路 我帮你做协助 就进来 帮他 踢跨棒 踢跨棒 他变成提包小臂 然后那个东西来讲的话 其实当初来讲 就造成很大的一个讨论 就说你把公务员担什么 结果没想到后面还有 后面是一只绿水鬼 为什么呢 那个时候呢 就吵到一件事情 王兴宜也是另外一个议员 就这样爆料 说那个时候呢 在这个参访欧洲姐妹室的时候呢 去买了一个绿水鬼 那绿水鬼当时候 这一个多少钱 那时候是37万 好重点是 你有37万 你买不买得到 你买不到 我那时候朋友买 也是那个时候 买多少钱 51万 你没有51万 你买不到绿水鬼了 所以呢当时候 大家就想说 哎呦 这个东西也真的是太厉害 所以呢 你纵观这一些 如果你有能力 你有机会 感觉上要买精品 要买明表的 是不分蓝绿 伟翰 我们来看到 已经不知道在打什么的 打币 打到居然变仇富了 你怎么看 其实现在目前是这样 两个重点 一个是到底他 有没有穿这么贵的衣服 跟这么贵的这些首饰 那答案很清楚 今天 郭台铭也好 或是蔡英文总统也好 或者是有钱大老板也好 他穿的名牌 身上可能说 10万块一套的西装 大家不会去讲什么 他们现在在打的是 徐晓鑫的人设 我想第一部分 就是毁灭人设 因为晓鑫以前是 怎么出来当议员的 早餐店女孩 不服就干 生死看淡 他就是什么都没有的 一个小女孩 挑战党内 然后现在到了 从议员到立委 他现在要告诉大家 就是说 徐晓鑫不是你想象中的 早餐店女孩 他身上这样子 包含这个鞋子多少钱 衣服多少钱 那整个加起来 可能上百万的行头 就起义 就是说 他可能比一般人 穿的还要贵 那问题是 蔡总统也穿很贵啊 对啊 蔡总统从小 家里就是养尊处优 大学就开车 整个台下只有两台车嘛 然后呢 你说我刚刚讲 董事长啊 或是什么样的企业家 严慎文 以前选台北市长的时候 也被 很多人觉得说 家里很有钱 有钱不是错啊 那你有什么住地保 你有什么开名车 所以呢 他就会被攻击 在选举上的话呢 会不利的 我今天跟大家讲 我觉得民进党 就是要把 齐晓鑫的这块打下来 你的人生 你以后再不是那个 从草根出生的 早餐店女孩 因为你穿的衣服 其实也不便宜 第二个 其实苗佛要讲的 不是只有穿着 毁灭人设 他要讲说 这些东西 到底是怎么来的 真的是你自己 赚了钱买的吗 如果是 有不当财产来源的话 那这样后面 有可能处罚 所以他是攻这两个部分 所以其实 因为 虚晓鑫过去 监督民进党 也觉得很凶 民进党选民 对他来讲 他仇恨者 可能排名是第一的 就所有民进党 知者看国民党的 无知的坏人就是徐晓鑫 所以现在就跟你 不断的攻防 从他的这个 先生的姐姐的先生 一直到现在 他的穿着 还没结束 LV不是真的 可是其他那几件 目前你看网络上 都还在讨论 好 黑群你怎么看 因为我觉得这样 就是基本上 刚刚已经把他 晓鑫的这个主要收入 已经算给大家听了嘛 当议员 当立委的收入 不是秘密 大家都知道 那这样他是一个 疯狂通告卡 所以他的收入 其实很好估算 那在台湾社会上 不管是不是做 政治人物的人 有这个收入的人 有这几件单 精品 会不会是 逾越了一般人的认知 我觉得大家 从这个标准去想就好了 那坦白说 就算我自己好了 先生送的 自己生日 犒赏自己的 谁身上 没有一两件好东西 那关键就在于是 你怎么买进来的 那我觉得现在绿营 绿营之星 基本上路人皆知 他们表面上 看起来好像说 没有我称赞他 OOTD 他的穿搭 但是这个意思吗 他其实不是这一两天 才有这些东西 那为什么是 这个时间点开始讨论 他全身的行头 很简单 因为就在 大姑事件爆发之后 绿营现在其实 我觉得上上下下要做 就是寒沙摄影 影射这两者之间有关系 要把他跟他大姑 还有这个 他大姑先生的 这些不法的行为 连结在一起 可是没有直接的证据 所以就是从这些衣服 手饰 鞋子 去做文章 那我想问的是 这几天当然讨论的 非常热烈 包括在Thread上面 我看那个社群 创文一串 因为这件事情 就算对政治没兴趣的人 他本身是很有娱乐性的 就算我对这些人 没什么喜好 我看看这些东西 进来讨论几句 他是很有娱乐性 很有讨论度 所以在社群上面 有一定的声量 可是我要问的是 是绿营上上下下 骑工这个议题 期待为社会 带来的价值是什么 是希望以后 我们的公职人员 全身穿搭 要定一个法定价位 不可以超过这个价位吗 还是说希望大家 这个要出入的时候 要够会藏 更会藏 我觉得跟大家讲 以台北市议会来讲 这也不是秘密 一个议员的车库 很多人是A车进 B车出 他在选区地方 活动开的车 跟他平常上下班 出游的车 这是人事 不是同一辆 那有的真的是落差到 我觉得很荒唐 就是这已经凹凹凸凸 这样破破烂烂 在选区开那样的车 然后他私底下 又是另外一种双头 这个双B的 这个黑头照车 那我们要追求的 社会价值是这个吗 如果是 那就继续 那除非我觉得 今天很简单 他要攻击许草星 很简单 如果你有一个一锤 定音的证据 比如说这个 你可以找出这个 贵姐贵哥 说他拉着皮箱 谁去替他买单 或者是你很明确的 有他不法所得的来源 证明他这些东西 身外之物 都是用非法取得的方式 一场毙命 对 那你就去做这样的指控 让他这个依法办理 否则现在只是寒沙摄影 这样八卦式的讨论 台湾现在 其实坦白说 我觉得已经是一个 仇富的氛围了 那仇富这件事情 可以为我们带来 什么样的价值 然后公众有任务 带头去做这件事情 那你想要追求什么 其实我不知道 绿营这场仗 最后追求的是什么 是毁灭许巧新吗 还是说要树立一个 全民全公职人员 大家全身标配 我们来立法规定 不可以超过多少钱 你要追求的是这个吗 如果不是 我们把资源放在这上面 意义到底是什么 讲到关键字了 杨明 一连串的穷罪猛打 可以达到毁灭许巧新的目的吗 毁灭不了许巧新 但是可以牵制许巧新 怎么说呢 那许巧新每天 现在就回忆 我今天穿什么 明天吃什么 后天用什么 那许巧新还要监督吗 刚刚我们也提到了 这几年 其实大概从疫情以后 几乎所有执政党的弊端 有问题的事件什么的 许巧新无意不语 所以这次叫什么 复仇者联盟大集结 上百个这个彻翼名嘴 这个什么立委名代 全部对着许巧新打 那对许巧新打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打许巧新有版面 大家还记得上个礼拜 是谁什么在中国大陆 什么出国了 然后不在籍投票 那个立委谁还记得 那个名字叫什么 还有人记得吗 没有人记得了 大家只记得许巧新 所以打许巧新才有版面 那今天我觉得这个事情 对于许巧新来讲 我觉得对他真正 他应该要思考一下 今年要报名台北时装周 要去走秀 这么多精品 我们还以为今天是 政论节目吗 不是 今天都在介绍精品 来代言 对啊 其实台湾很多本土品牌 干脆找许巧新来代言 大家会在意他穿搭 所以你知道 现在你知道 韩兴 比如说最近 孙逸臻来到台湾 他都会说 穿什么样的洋装 徐晓鑫现在变成明星的待遇了 其实往正能量的方向下 以后人家就会注意你的穿搭 那徐晓鑫 过去 如果今天 我讲 都是自己一分一毫 靠自己赚来的 有什么见不得人 就这么简单 今天 这些所谓的攻击他的 就是想要影射 这些钱来的 有问题 可是说穿了 徐晓鑫他家 他老公 一个月的收入 可能有到四五十万 你说这个家庭 你说他是穷人吗 我们讲 如果今天徐晓鑫穿得破破烂烂 才虚伪 才叫伪善 晓鑫 未来我们台湾政坛 如果今天要这样打下去 我们讲 以后很快就会有个政党 叫丐帮 每天穿得破破烂烂 还在街上刑警 还有票 对 那干脆要这样 我们的政治 不需要这么虚伪 五七报新闻的所有好朋友 君相又来了 谢谢大家 是你们的订阅数 加持了我们 让我们在四月六号 中午过后破百万 多不容易 你知道每一天晚上 九点到十一点 他在播的时候 我要盯着直播人数 升还是跌 一觉醒来 我要去看 有多少人来点阅 一段时间 你们给了我百万的订阅 真的无限感激 最后 我要跟大家瞪眼看 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 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 来支持五七报新闻 君相 还有优秀的五七报新闻团队 会继续为大家 每一天 挖真相 CAM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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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